花蓮市在国际间又多了一个友好的城市 31号下午 华林市长魏家贤和日本北海道传入市长夏大明也 透过网路视讯的方式 共同在线上签订了两世间的友好交流协定 魏家贤表示 虽然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 但是城市交流没有因此停下脚步 希望持续深化台日双边的友好关系 花蓮市在国际间又多了一个友好城市 31号下午 花蓮市长魏家贤与日本北海道传入市长霞明大野 透过网路视讯的方式 共同在线上同步签订两世间的友好交流协定 现场贵宾除了包含多位市民代表及相关单位主管 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谢长廷 也在线上共同见证 我们也期盼在北海道有了姐妹师之后 我们不论是在经济文化体育 还有各方各面的一个交流都能够未来展开 那我们知道疫情期间真的让我们很多姐妹室的一个交流 有稍微无法做实体的一个交流部分 那我们也期盼在疫情过后 我们可以进行实体的交流 也可以让更多的孩子 更多的朋友们了解到我们姐妹室的重要性 跟了解他们的地理文化跟特性 那未来我们期许我们花莲市的部分 也能够持续的把姐妹城市经营起来 让更多的物产能够销售到我们全世界 让所有人能看到花莲文化之美 再次的感谢非常多的朋友们的协助 未来姐妹城市我们会继续努力下去 夏明大也表示 花莲与川陆市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包括濒临太平洋的国际港 可供货船及邮轮停靠 也有着机场和国家公园等丰富观光资源 并且都致力于守护原住民族的珍贵文化 能在已有常年友好关系的台湾 又交到一位有着这么多共同点的新朋友 让他非常期待与花莲市建立长远的友好关系 记者 徐立晴 花莲市报导